好 同样在东南亚地区来看 为了提升的是疫苗的覆盖率 国际福光会马来西亚协会 日前是推出了第二场 千人疫苗的接种计划 活动同样是由 显都分会来承办 已经有了第一次的经验了 这第二场次的服务呢 可以说是更加完善 穿过防疫门 曾经进到马来西亚极东坡 中华总商会大厦 常常排队人龙都是要来打疫苗 工作人员全副武装在门口发手套 面罩消毒液防疫三宝 接着引导民众进到里头报道 要把防疫做到滴水不漏 七个小房间一次排开 民众拉开社交距离等待消耗 整个过程从第一站确认身份 一路到第五站观察接种后身体状况 只要30分钟超流畅不卡卡 每30分钟都要全场大清销 国际防会马来西亚协会 第二场千人疫苗接种计划 同样有险度分会承办 这回攜手吉隆坡 继续蓝鹅中华总商会 以及全家便利商店 为佛光人商会会员 还有当地外籍劳工施打疫苗 希望提升大马疫苗覆盖率 早日达到群体免疫目标 另外是马来西亚综合报道 稍生篇